登地其身 这个时候是一个旋转的动作 今天我们开始解读一个武学经典 孙禄堂武学路 可以说是行一拳练习者心目中的圣经 很多朋友都觉得 孙禄堂的虚无寒一气 和无极装是一样的 其实恰恰相反 无极装是心中平静 不做任何事情 当虚无寒一气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孙禄堂的胳膊肘有点弯 腿有点下蹲 那么它就形成了一个 沉间坠主的独特角度 这个角度的作用非常的大 我们来一起示范一下 例如我们在推手过程中 那么对方撑住我的手 如果我想使劲发放对方的话 根本发放不出去 一使劲我自己站不稳 因为对方是前后的力量 而我是平着站 完全受不了力 而且他的手臂是90度的垂直于我 所以我一使劲我自己就站不稳 那怎么办呢 我们通过虚无寒一气的动作 微微的一沉肘 大家会发现 手臂它抓握的角度 从90度变成了180度 这个时候 我稍微一沉肘 蹬地其身 我蹬地的力量 肯定要比他耽搁着 胳膊的力量要大 同时呢 在我们实战过程中 两个人准备姿势站好 如果我们进攻对方 对方挡住 那么我就起不到进攻的作用 需要收回来 但是如果你是斜45度进攻 行李拳的钻拳 那么这个时候 是可以击打到对方身上的 同时产生一个发放的动作 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同时在我们推手过程中 当两个手相接 那么我们会员装的姿势 如果我们不变角度 对方使劲 我是很累的 但是我随着我一沉间这种 变成斜45度 就把对方的肩架打开 这个时候是一个旋转的动作 很容易把对方按到地上去 以上是虚无寒衣器 所蕴含的一个角度的变化 只有你练出来了 才能够看出来 老拳背拳照中的一些拳机 想学习正确的行李拳吗 欢迎点击 首页的商品橱窗 或者私信我 获得体验课程 加微信使用行李的拼音 获取行李拳公益教学